黑胡子的团新增数位能力者 最擅长斩首行动四皇团就此诞生 哈喽大家好,我是白金 上期视频我们已经分析过 黑胡子能成为双果实能力者原因 不管其原理究竟是什么 他同时身负克制所有能力者的暗暗果实 与官方认证最强超人系真人果实 正是黑胡子个人实力也绝对强大 才得以压下众多心怀鬼胎的新船员 凝聚出一只致强致热的势力 目前除了总督黑胡子之外 黑团总计十位船长 可以确定会有疑似能力者 达到七人外加一匹马 那么本期我们就来简单盘点一下 黑团所有的能力者吧 1.总督 四皇黑胡子马歇尔地地齐 真正果实家暗暗果实能力者 在海贼王后期巨型中 把这作用越来越重要 黑胡子在这方面的缺陷 就是一直没有展露霸王色 但1.063化攻击红星团时 海浪前赫然出现了黑色闪电 也不知这是不是黑胡子的霸王色补丁 已经上线了 就算抛开霸王色不谈 黑胡子两颗果实配合起来 在重霸切版本依旧十分恐怖 暗暗果实克制所有能力者 真正果实是其拥有放眼世界 数一数二的破坏力 且在这颗大部分面积都是海洋的星球 爆发海战频率应该比陆战要高 从1.063化的表现来看 真正果实远程和隔水打击 在海战时极具压制里 黑胡子真不愧是团队的绝对核心 和当年洛克斯海的团 逐渐构造高度重合的吉贝克之剑后 再次重生地前巨大野心 鱼和之国决然爆发的解放这段时间 他亲自带队狩猎女帝 派出人马如走三眼族布林 如今又盯上罗带历史正文 且得手概率极大 神灭拉夫德鲁 可以说是已经触手可及了 不过一母手上还捏着一次天王的武器 以及更多的隐藏力量 事业政府和黑团谁最终Boss来珍宝说 2.1号船长兼舵手 冠军吉扎斯巴沙斯 利利果实能力者 虽好为冠军 但除了虐菜 巴沙斯好像一直在吃鳖 其受剧情破坏的程度 和汉在捷克都不相上下 两年前很多次战斗 包括对决艾斯 麦哲伦 战果三次 开局先吃鳖 都成了黑团传统了 两年后巴沙斯强势归来 结果又被萨伯狠狠教训了一顿 如今他用面具遮切的左脸 应该就是在那次毁容的 巴沙斯的战绩之所以如此 究其原因 我觉得与他有些自大性格关系极大 在这一点上 船长黑团子可谓与其臭味相投 甚至就连得到新力量后的反应 他俩也都是适用之后 狂血直呼过瘾 大概正因为懂得彼此 黑团子才把1号船长 重要位置交给巴沙斯吧 巴沙斯也一直十分尊敬黑团子 被地气呵斥后 会马上客气地道歉 他认出了一栋木质结构为主 二层小楼 力量表现比不上索隆在阿拉巴斯坦 扛起楼房 毕竟沙漠古国建材以沙石为主 两年后 巴沙斯又必带上用空洞结构金属甲咒 这东西可以让他在攻击时产生冲击波 加强远程攻击能力与攻击范围 最强招式为不成箭所掏饰 威力足以摧毁一片建筑 得到片时 巴沙斯还不是能力者就有周威力了 我们再来看看他如箭的力量 莉莉果实简单粗暴 能力就有加强使用者的力量值 巴沙斯扛起坐山的表现 不仅让人想起和远古巨人有关的 道国奥泽传说 继续开发一下 巴沙斯扛起坐岛重量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甚至单以他现在的属性 再去使用得到蛇招数 我觉得由此产生的波动攻击 足以成为低配版的真人果实 但巴沙斯的甲若兹德奥片被萨伯破坏后 现在直接不用心的了 可能是没能找能承受他力量材料吧 也许形状既金属可以仪式 现在决定通明果实强度上线 就有这能力觉醒后 能不能躲开顶级剑纹色的侦查 如果透明到剑纹色视角都毫无破绽 届时腾虎说透明果实能力棘手 就不再是一个段子了 西流将由此变成最恐怖的此刻 毕竟他可能会出现在任何地方 而如果没法躲剑纹色 那透明果实强度变为大将 他在黑豚的作用 就会更偏向于团队而非个体 还记得曾经莫利亚拜北后 阿布萨罗姆就让我们展示过 透明果实可以让他人 或船只等物体隐身的 这简直就是为喜欢偷袭 伏击黑团量身打造 不过虽然视野上会消失于无形 身影和味道却没法隐藏 随伏即使还得挑个合设的地方 4.3号船长兼狙击手音乐范奥卡 顺移果实能力者 1063话 巴刹四和范奥卡从船上顺移到岛上 目测数量几百米 且可以带人传送 眼下这果实的设定未知 不知极限移动距离是多少 不过结合范奥卡的人设 我个人猜测 他也许可以顺移到目利所及 也就是视线极限范围内 恰好范奥卡在摩古镇出登场 就有关于超远视野的剧情 当时乌索普他们连岛都没有看到 范奥卡就远眼开枪射杀了海鸥 顶上战争结束后 范奥卡在黑团等待海军军念时 登高远眺 提前很久看到吃犬到来 总之范奥卡将被剑后的 视野极限极其夸张 如果瞬移也是这个距离 那这枚果实效果可以说是极其强大 在淘宝追等情形中 都可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只是站在剧情分析角度 不得不说瞬移果实的出现 让大部分关于黑团人员分组 和行踪的推测都成了无用功 因为一旦带上范奥卡这个人形传统器 黑团就有可能在任何分战场空降 就看伟田老师后面 怎么对瞬移果实的人数的距离 尽严格限制吧 另外 我们之前视频里已经跟于斐叶片中 两道黑影的鞋跟对比过 出现在万国 如左护灵的极有可能是 库赞和范奥卡两人 顺义能力的登场 完美解释这次进军万国时间上的问题 5.5号船长接航矮是 魔鬼警长拉斐特 果实未知 作为黑狐仔团智囊和外交官 剧情中关于拉斐特的战斗描写很少 他最出彩的地方 在与温系之中的进退 目前拉斐特已知有两种能力 一是能在背后变望出翅膀 进行飞翔 从这点来看 他似乎是个动物系 二是拥有完全催眠他人 为目标下达固定指令的技能 不过以前有出演过用颜色催眠敌人 并非果实能力 MIS黄金周 和靠圆环催眠他们的赞高等角色 催眠技能可能并不是果实能力带来的 总之目前技能确定拉斐特使能力者 6.6号船长卡特琳娜戴盆 全人果实换用种九尾狐形态能力者 可以变化为其他人的样貌 不过变成其他人的这个设定 已经被小芬的模仿果实用过了 在对比两个变身过程 模仿果实为物理上的直接变形 卡特琳娜戴盆变身的时候 周围则会出现烟雾 可能九尾狐狐狐狸 他并不是能力者身体变形 而是类似于幻术一类的视觉舞蹈吧 但对于动物系来说 特殊能力都是次要的 果实带的主要还是近身肉搏战斗力的加持 从这个定位出发 我觉得今后卡特琳娜戴盆应该会对位罗宾 最终决战为强大妖狐与巨大魅魔的战斗 7.7号船长 巨大战舰圣虎安恶狼 个人觉得他疑似能力者 证据主要有两点 一是点阳战争后 他泡在水中曾说自己有无力感 这能力者典型表现 二是圣虎安恶狼大的过分的体型 生命卡显示 恶狼是巨人族 而莫利亚找到远古巨人族 魔人奥兹身高才67米 立志重振巨人兵团海尔丁才22米 性命大部分居人族的身高 也大都在20米到30米之间 再看恶狼 身高180米 这已经远远超越他的种族极限 那么问题就来了 推进城怎么收押圣虎安恶狼的 回顾推进城的整体构造和通道楼层大小等 实在很难想象 要怎么把180米的旁人大物 印刷进地下6层去 但如果说 圣虎安恶狼是个能自由调整大小的能力者 这一切就能解释通了 包括黑骨子抱怨恶狼把他的船弄成 或许就有能力失控 突然变大导致的 在海贼王原创剧集中 也出现过一个能调节身体大小的巨人族 那就吃了迷你果实莉莉恩斯托马克 8.9号船长兼船一 死神毒Q 必命果实能力者 这能力也厉害之处在于 病毒的传播可谓是防不胜防 但并没有想象中强力 1063话展示能让人变成女人的病 而根据官方案发 毒Q本人解释 病好了的人 其抗体也是能传播的 也就是说 一人病好了 其他受害者也就好了 难受时 自核治过之后 霸西的地位得到提升 新设定为霸西够强 就能直接免除能力 也就是说 只要能够对付一个 随时能用霸西解除疾病的强者 毒Q疾病就起不到决胜左右 只能用以战斗前或战斗时骚扰 削弱对方的状态 但换个角度来看 既然果实名字都是疾病 甚至毒Q本身又兼具传染源和医生两重身份 他应该也能研究出 对人体有益的病毒来强化友军 同时一个种怪病来恶心对手 说到怪病 就不得不提乌索不以前立过的一大堆FLAG 什么不吃点心就会死的病 一上岛就会心脏跳蹄的病 无法登岛的病 不能进拍卖场的病 总之随随便便 就能举出十大嘴震 也许啊吹过的牛 还真会被毒Q实现一部分 除了上面说到的几人 目前黑胡子还有个没有现身的十号船长 如果酷战是万国抓不灵之黑胡子受益的 那他很有可能就黑团十号船长了 要真是这样 那黑团能力者数量还得再加一 酷战作为前三大将之一 冰冻果实能力者 一手冰冻万物的寒冰之力 至少都是顶级皇父网上的水平 回顾他以前的战斗 身具大将之位时 和皇军一样都是属于场面人 每次冻结很大 但实际造成人员伤亡有限 他最认真的一场战斗 就在碧阳战争之后 与赤拳的庞嘎萨德一战了 碧阳大战十天十夜 被永久改变气候的冰火岛 至今仍在证明顶尖自然系能力者可怕 到两年后 互战少有出手 不算剧场版中动演将造冰墙之类 对人出手 唯有瞬间冻住民歌 救下斯莫格 和如今肥叶片中 疑似瞬间冻结克利加两次 七五海和三样星都防不住瞬间冻结 如果他真是黑团成员了 全团估计也只有黑屋子 能稍稍压他一头吧 最后独缺的爱马壮壮 为妈妈果实换了种天马形态能力者 以前空岛片 神日骑士甘福尔的座妻皮耶尔 本质是吃了妈妈果蛇牛 所以才近乎于天马 如鲜壮壮 才会扔架蛇换手中 状从两年前刚登场时 就一副快病死的样子 熬到如今终于出头 也算是个励志角色了 独Q天骚扰 吸流全体隐身 泛用卡群里传送 巴沙斯改变地形 黑屋子担任绝对主力 仔细想来 黑团整个配置已然组成一套 防不胜防的皇级突击小队 按黑胡子的风格 要是当年玉田打势如今的黑团 估计根本不会有和凯多一样 花度外的决战 这套专门为偷鞋而生的阵容 在半路上绝对把酒下除掉 这可能也是黑胡子 也算现金最爱人头疼的地方 能与质疑战的 大概便是同样走精英路线的红团吧 期待香格斯能与黑胡子一决高下 以上就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白金 我们下期再见